我當時也上網看很多裝修和室內設計的片 看到你們公司的客戶滿意的片段 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你們的教主 他很親切誠懇和貼敵入屋的形象 最重要的是你們公司是一間上市公司 規模大和有完善的監管和管理 所以最後選用你們公司 好聽的琴聲是這次要介紹的單位護主朱小姐彈奏 馬上去問他對單位設計最滿意的地方 這次裝修我最滿意有兩個位置 其中一個就是屏風位 這個位置屏風用了不同質感的玻璃拼拼 而且下面還有一個鞋櫃 連同旁邊的全身鏡做到一個很漂亮的圓關位 幸好有設計師提醒我 我的單位在大單邊 打開大門被人提醒屋內就不太好 所以做到這個屏風之後 可以有些遮擋就比較好一點 而且他做出來的效果比圖紙更加漂亮 我很滿意 帶大家看看單位 裝修前的樣子真是一般 好在設計師來了個大翻身 我當時都上網看很多裝修和室內設計的片 看到你們公司的客戶滿意的片段 給我印象最欣欺的就是你們的教主 他很親切誠懇和貼敵入屋的形象 最重要就是你們公司是一間上市公司 規模大和有完善的監管和管理 所以最後選用你們公司 客飯廳一面淺藍色長身寧靜舒適 配上淺木色配白色的傢俬 加上燈槽柔和的光線 真是網絡超級舒服 而令我最驚喜就是 即使不是他們負責的地方 都幫我考慮買 因為本身裝修前飯廳 已經有大型的儲物櫃 我們都想保留 但沒有考慮到收口問題 但櫃不是DIC做的 在我沒有要求設計師也幫我把收口問題處理好 所以我之前的贊揚算入面都有提到 如果100分滿分的話 我會給設計師200分 因為設計師不僅做了我所有的期望 就連我沒有想過的都幫我做好了 我還有一次就和設計師選完結局之後 去喝咖啡 設計師在背囊裡拿了一大瓶陶子出來和我聊 看得出他們做事很認真 沒錯 現在疫情見面不方便 設計師一定會把握每個機會 會和朱小姐談好些細節 對呀 DIC另一樣值得讚的地方 就是在疫情期間 我們都不太想出門口 你們DIC就提供了網上會議的服務 我和家人和你們的設計師 可以在網上一起去看圖紙 一起去談圖紙 令我們很安心 朱小姐你今次這麼滿意 設計師又給了這麼多心機 看法房也應該不簡單 不如我們立即進去看看 好呀 我第二個好滿意的地方 就是設計師幫我重新規劃洗手間的佈局 本身洗手間的洗手台很小 完全不夠位置放東西 現在加大了洗手台和儲物櫃的空間 還增添了洗手間的美感 雖然我的洗手間比較小 但想不到設計師都用了大塊的瓶幫我鋪牆 而鏡櫃另一邊就做了特色牆 我都很滿意的 本身單位只有兩間睡房 設計師改一改間隔 輕輕鬆鬆就做到兩房變三房 那就有多間工人房給工人姐姐住了 工人房設計以實用多儲物量為主 就回窗的位置做了上床下櫃 升高睡床 令床底有大量空間可以給工人儲物 裝修期間有一天天文台 預告了那晚會掛八號風球 我自己也沒有留意 新屋的窗戶是否已經密封好 但那天的下午設計後通知我 將新屋已經拆了舊冷氣機的位置 會跟我妥善去密封好防風雨 這令我印象深刻和感動 而一櫃之隔就是朱小姐媽媽的睡房 設計和客飯廳一樣注重平實舒服 而且雙面櫃和床頭櫃有大量的儲物空間 可以給朱小姐媽媽用 而改了門位後對面就是朱小姐的房間 雖然我的房間製造細座 但仍是夠位置做一排的大櫃 設計師幫我俗用了花線做歐陸風格 而床頭連了長子 我都很喜歡 給我感覺很清瓦脫俗 如果日後有需要的話 我都一定會找回你們設計情報中心 因為你們的設計師能夠在預期前交樓給我 而第二就是裝修完了 所有的費用都是在第一次設計師給我的費用範圍之內 而第三我和設計師和你們所有的師傅和員工都相處得很好 所以如果日後我有需要的話 都會找回你們設計情報中心 如果想了解更多 歡迎瀏覽DIC的網站 網站上面除了有1000個真實客戶滿意個案 和近2000個有價目的參考個案 不斷持續更新之外 還有大量真實設計和3D效果圖 而每個個案在網頁底部都有單位價目參考 DIC的每項工程步驟都必須嚴格衝循三大國際ISO指引 當中包括質量管理體系 環境管理體系 和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體系 設計情報中心是註冊小型工程成件商 進至工程有限公司 持牌進行相關的裝修和小型工程 而且DIC還推出了自家會員計劃 Dpoints 提供一個全新優惠平台給客人使用 只要登記成為會員 無論日後是自己裝修 還是推薦親友選用DIC 都可以輕鬆賺取Dpoints積分 凡是DIC的舊客戶成功推薦親友開單 並且在發票上著名推薦人的姓名和Dpoints會員號碼 在裝修完成後 推薦人最高更可獲得雙倍Dpoints積分 就算推薦人未曾為故DIC 只要成功登記成為Dpoints會員 而且推薦親友開單 並且在發票上著名推薦人的姓名和Dpoints會員編號 在裝修完成後 推薦人都可以獲得Dpoints積分 客人可以透過Dpoints內的積分 换領各式各樣的禮品和服務 現在就立即成為我們Dpoints會員 一起贊取無限獎賞 想知道我們的工程限額滿了沒有? 那就要看下設計情報中心的DIC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 設計情報中心擁有自家設計師和裝修團隊 並不是平台式經營 務該以準時和高質素的服務 令客人對我們有更大的信心 設計情報中心為客戶著緊每一個步驟 確保工程質量 每一個部門進行的每一個步驟 都必須遵從我們的公司管理文化 以及嚴格按照國際標準ISO的指引 由於設計需時 為了確保工程的質素不受影響 所以設計情報中心不會攬住工程 因此設有接單量的上限 每一位來到門市和設計師會面的客人 都可以由DIC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當中 看到工程的統計圖表和分佈地圖 客戶可以了解到設計情報中心 現在有多少單負責中的工程 所有的資料都是實時更新 顯示現有工程和上限的比例 只要一達到工程上限 設計情報中心就不會再接受新的工程 確保我們的團隊能夠以最高的水準 去做好每一單工作 正正是因為我們有這麼高水準的管理 以及堅拒攬接工程的服務精神 所以我們才可以成為眾多客戶喜愛的室內設計 設計情報中心引入了最新技術In-Ray Machine 融合了AR和VR的科技 輕鬆地令大家可以更換室內環境內的 裝修素材和顏色 不需要等收樓 設計師亦不需要再上單位度尺 更加不需要再花長時間等設計套 設計師會面 來到DIC和設計師初次會面 不用下訂,不用等收樓 不用上單位度尺 只要透過In-Ray Machine 單位間隔和傢俬的擺位都一目了然 還大大減低了溝通上的誤會 In-Ray Machine引入3D VR技術引擎 配合AI智能設計系統 有多種風格和裝修物料以供選擇 無論是長子、油漆、地面、天花板都可以一鍵轉換 即時感受多種設計風格 即使有選擇困難都沒有拍 而且可以360度無視覺視察單位間隔 調整視線距離 就像親臨其境一樣 漫游單位有一種更真實的視覺體驗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DIC In-Rain Machine 用想像见未来 快点来设计情报中心优先体验吧